各位大家好 今天來接續一下上一次的曲面的造型 然後繼續來練習填充到曲面 跟那一個可變半徑的圓角 讓我們先開始 那上一次我們有個交集的物件 把它搬到body裡面 使body作用中 放鍵炒圖 sy平面 那模型這邊可以先把剛才那個可見性切掉的空白鍵 然後畫一個圓 半徑 26 然後再畫一個圓 半徑 半徑23.5 任務 close 任務填充 向上至面 選擇我們要的面 因為這在body裡面所以它才會顯示出來 OK 點選這個圓環這個平面 建立草圖畫個圓 然後再畫個多邊形正方形 類似那個中心極形 然後給定水平放置 然後開始來標定尺寸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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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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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充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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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 2 3 3 2 3 3 4 4 4 5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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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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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我覺得這樣點太慢,或是點不到,就先選狂險 然後圓角2 把它切回來 這邊也是一樣,給它2 圓角2 那剛剛我們有看到說我們這邊 圓角15 它沒辦法可以讓我們,那我們換一個,點這條線 好,就不見了 好,就不見了 好,建立一個草圖 SD平面 OK 位置一個 正方形,水平放置 給定尺寸200 HROS 凹線 通過全部 反轉 反不反轉 看個人 好,那點這條線 圓角15 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可以 算出來,有些時候算不出來 那我們就讓它有個,平切面 好,它這邊就是ROS 它就會很明確地算出來 那再來看 我們現在目前已經到外面了 因為我們用到了 零件的圓角指令 不是零件設計 好,那這邊 我要給它可變半 可變半徑 好,兩條線 那兩條線我們就先點這條線 然後給它 導圓角 好,這條線先給它2 我們先看一下會怎麼樣 OK 它整個變2 好,那我們再點兩下 進去 再多點一條線 這邊點選可變半徑 大概 是44 不知道後 就把打勾 勾弦掉再打開看一下 然後我們是從 2到15 那假設方向打錯沒關係 再進來一次就好了 好,這就是可變半徑 那我們剛才為什麼要切一半 主要是蓋這個圓圈圈 這個圓圈圈 它是從頭到尾 那我沒辦法去設節點 好,就節點 就是沒辦法像沙流沃克一樣 去多多點去做可變變化 所以我 直接實體把它切掉 到時候再進色回去 那這邊我給它2 好,弄錯了 給它2 先給它2 先給它2 這邊就一個一個 來 OK 然後再點進去 這邊給它2 3 變化半徑 可變半徑 23 23 23 那我來看一下 假設我輸錯誤它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假設是3 2 OK 這邊就會變大 它會認為你這邊要先3 這邊再2 那回來把它改成23 23 這是 我們要的 然後這邊假設是變化半徑3到15 再多點這條線 看到 35 那一樣就是3 15 那一樣就是3 15 OK 那這就是變化半徑 那剛才我們已經切掉了嘛 我們這不是用Salute Pro面的功能 我們是直接把它 實體切掉 那我們現在再用金色的功能把它清色回去 好,金色 那我們是在 SV平面 SV平面 OK 然後會得到兩個物件 雖然說它在下面它是分開的 這個是我們剛開的 這是金色出來的 那把兩個做布林的連擊 好,假設這個實體的話這樣就好了 假設不是的話就 結束Body的編輯 再創建一個Body 把剛才的連擊 拿到Body裡面來 好,那你會看到說 我的表面顏色有變化 那只是說為了方便去看到說 它的變化 我有去改變那個零件的顏色 在片套設定 就是剛才我是用灰色的 在開始作業之前的檔案是用灰色的 好,就是編輯的片套設定裡面 集合造型色彩原本是灰色 我把它設成 淡紫色 那這樣後面在作業的時候 我這邊也可以看到說 哪些是有被我改變的 那我先把它關掉 回到剛才的 這就是我在之前 我先設定成是灰色 所以它就會填灰色 所以它就會填灰色 好,那後來的話 那這邊有圓角什麼的 就是我在作業的變化 那在Body3的話 搬過去以後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再建議 炒圖 然後再用零件設計的指令去作業 那如果它在外面 那如果在外面 那我就沒辦法用零件設計的指令 我只能用零件的指令去做一些編輯的部分 那今天的練習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